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也不算是幸福 痛苦也不是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修行的人 你就超越了这个幸福 也超越了那种痛苦 通通都超越了 所以我们修行人不应该有痛苦 不应该 因为这是俗世 世间的世给它放在一旁 我们谈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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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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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都是佛的 弟子 那么我们也认清楚 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什么是最有价值 什么是最真实的 什么叫做成就 那我们在学法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 修天上的质量 道心坚固 任命宇宙的真理 宇宙真理的光明 那么去修行 最后终于 你成就了 中英成佛 成就了 寄生成佛 那最后呢 这个 感谢这个 原池堂 这个 堂主 所有的理事 还有这里的义工 他们这个 招待 非常好 谢谢 还有谢谢 这个 我们演帝来的 所有的上师 教授师 画师 讲师 助教 还有各位同门 堂主 他们都是很远地方来的 还有 这个 诸位 这个 颜池堂的这个同门 大家辛苦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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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神法王 卢盛宴 为了利益众生 关心全球弟子 将在十月份 前往纽约 及美东红法 主持法会 以及巡礼道场 联神法王 卢盛宴 红法行程 欢迎您参考 真博报 及台湾雷葬寺 网络直播 详情请殿 零四九 二三一一二 九九二 各位观众 卢盛宴文集 第二二三册 无上殊胜的感应 推出以来 受到各界的好评 感谢您的支持 请继续推广佛书 卢盛宴文集 详情请殿 零四九 二三一二 九九二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澳洲博斯的 圆池堂 联神法王 卢盛宴蒂临的内容 在当天现场 圣尊同时 为圆池堂 写下了佛祭 圆满众生愿 望习增怀诛 成就世间法 石化七宝莲 合掌敬礼 阿弥陀如来 联神法王 同时在现场 为广大的书迷签书 许多皈依的弟子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是第一次这样 近距离的接触师尊 大家内心 十分的激动和关系 圣尊同时为大众做了非常珍贵的大日如来 佛眼佛墓 莲花童子 以及环境法的灌顶 大家法喜充满 一切吉祥圆满 联神法王在博斯弘法期间 热情的圆池堂 还安排大家游览了当地几个重要的名胜 我们知道博斯是西澳大利亚的首府 人口约有185万 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 它位于澳大利亚西南角的天鹅湖畔 是充满活力的美丽港口城市 温和的气候和河畔别致的景色 使得博斯成为非常受到欢迎的观光旅游地 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向澳洲的悉尼 在2010年联神法王到澳洲悉尼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 同时为悉尼的延山雷藏寺开光安坐 盛况空前贵宾云集 我们就先来听联神法王在延山雷藏寺的宝贝开示 我们首先敬礼 我们首先敬礼 鸟鸟和沙 杀家正空上司 十六世大宝王阿马哈 图登大吉上司 敬礼 敬礼 今天是元山雷藏寺的GREEN OPEN 跟開放大典 首先我們敬佩謝里元山雷藏寺 就是理事長建毅先生 還有所有理事同盟 另外斯倫金剛筹委會的同盟 還有所有的義工同盟 他們辦這一次的斯倫金剛法會 非常的辛苦 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圓滿 謝謝他們 也感謝世界各地的上司 那麼多人來到這裡 還有法師、長師、助教、唐主 還有很多同盟都是從遠地而來 Thank you for coming 他們這個City Mayor City Council 他們主要是來看一下然後就走了 他是沾個醬油而已 好像吃東西沾一下醬油 他就走了 他不像我們 就要留在這裡講話講那麼久 我們是真正的主人跟貴賓 我看了這個 岩山雷藏寺 昨天來看 他這個內容 這裡就是屬於內容 他把外面出去就是比較小一點 這表示這個是一個酒瓶性 酒瓶 鹽山雷藏寺 鹽山雷藏寺像個酒瓶一樣 酒瓶 這個酒瓶也有好處 那個 建毅先生 建毅先生他就問我 這酒瓶 這酒瓶有什麼好處 我說好處很多 你聽我講 酒瓶 它的東西都有用的 就算酒喝完了 那個瓶子還是可以賣錢 瓶子還是可以賣錢的 很多人 你看我們台灣有一條歌 酒瓶子 酒瓶湯買不 酒瓶湯買不 他就是賣酒瓶 賣酒瓶 賣酒瓶 有沒有酒瓶可以賣啊 酒瓶湯買不 有沒有酒瓶可以賣給我 這個酒瓶湯 這個酒瓶湯 這個酒瓶 就算酒喝完了 還可以賣錢 第二個 進來的人 只要進到這裡來的人 通通都迷迷糊糊的 什麼是迷迷糊糊吧 就是沉醉在其中 佛菩薩莊嚴 每一個進來的人 通通沉醉在其中 那酒瓶裡面的酒就是水啊 水就是財啊 這個 Om money coming home Om money coming home 這個錢啊 它自然就來 這個 有一種蟹叫做波基蟹 本肌蟹 本肌的這個頭啊 波基蟹 這個本肌啊 本肌的這個頭啊 也是小小的 但是它裡面大大的 這酒瓶蟹啊 這個口也是小小的 但是裡面大大的 它將來可以存財存很多啊 你發現只要進來了 通通沉迷在其中 這個酒啊可以癌 癌酒 這個香啊又純又濃 這個就是法味啊 法味 在密教裡面啊 講酒是什麼 不是一般的酒 它就是甘露 酒瓶蟹你只要一進來 所以你就養了甘露 就得了密法 得了這個密法 那麼 就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有什麼好 當然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 眼睛閉起來 度過這麼一個美妙的人生 什麼不好呢 這個我們人生啊做人啊 不要眼睛睜得太大 眼睛一睜大 什麼缺點都看見 兩個眼睛閉起來 這是佛法所講的 無眼而彼舌生意 無色生香味觸法 無眼戒 無意識戒 無無明 依無明明盡 無老死 依無老死盡 這個道理你要明白了以後啊 你不要睜開眼睛 每個人都佛在酒瓶裡面 真大了眼睛啊 所看見的 都不會舒服的 眼睛閉著 沉醉在其中 大家 就知道了 像昨天晚上 我們那個小妹妹說相聲 爽死了 好 我不是講了 這個爽死的的笑話嘛 對不對 很多人都知道了 就是 有一個人叫做阿爽 那有一天他死了 他的親戚朋友就是送帳啊 送這個阿爽上山 他們都叫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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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旁邊的人很奇怪 這明明是送帳 怎麼叫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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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親戚朋友就回答 你難道不知道嗎 爽死了 所以大家以后啊 进来这九瓶械的 九瓶械的延山雷藏寺 每一个人抱着你 这个九啊有很多种颜色 象征了这个密教 什么颜色通通包容 九瓶里面所有的颜色 代表我们所有的众生 众生也是很多颜色的 通通可以进来 一个不漏 这个建毅先生啊 这个问我 九瓶械有什么好处 我仅仅告诉你这样子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